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今天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到恒指今天低開了,低開了就開始有些支持,看到開市的價格就已經是全日低位 如果看看日線圖的STC都比較利好的,因為快慢線都在超賣區下面 跟著也是像是做到金叉的,如果看回周線圖,那個MACD已經是... 這個Histogram的負數已經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所以這裡比較像是會去分證數,即是這裡會有機會金叉的 這個MACD就應該有機會金叉的,還有它在超賣區都比較一段長時間,周線圖的STC在超賣區,即是32下,比較一段長時間 隨時有機會金叉的,加上星期收了一支羊竹,也是比較利好的信號 現在日線圖,只要它沒有收到5MACD下面,也應該是比較利好的 只要它一直都沒有收到5MACD下面,它應該會一直都是...上去的,有機會是 所以現在的關鍵是看它收到5MACD上面還是下面,如果一直都收到5MACD上面還是下面,如果一直都收到5MACD上面,也有機會是... 但萬一它突然間收到5MACD下面,那就會有...有危險了,有機會走那個... 有機會走那個YC3,這樣 那看回上星期五的狼的位置,它是...曾經升穿過前面的頂,在現貨就是... 那如果用回IG的狼去看,它就...沒有... 那所以呢,因為之前的數量都是在IG那裡數 那之前看到4小時圖,那之前在這個位置跌下去,是一個WYZ的狼 那走完WYZ之後,就主要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升穿過頂 第二個就是它會走一個平台狼A,平台狼B,平台狼C 然後才會再升穿過頂 那所以看到在IG那裡它沒有升穿的,最後它去到那些MA 去到4小時圖的... 就是它...首先它站穿了4小時圖的這條... 它站穿直接衝滑上去,其實就已經... 就是說4小時圖,它是... 最後就沒有受制這條... 55MA的,它沒有受制55MA,但是它去到... 89MA的位置呢... 和144MA的位置呢... 就受制的,那所以這裡呢... 又會產生了一些固壓... 但是都是... 因為始終這個位置都是沒有升穿的... 那所以... 根據那個浪呢... 它都會是走一個平台狼... 平台狼... 那麼就要... 反彈呢... 要... 超過70%... 那它就... 比70%多了一些... 那麼... 裡面的結構也都數不到一個推進狼... 那麼... 所以呢... 它都是一個... 平台狼的A,平台狼B,平台狼C... 那麼... 平台狼C完了呢... 就會升穿這個位置... 那麼... 那麼... 這裡有支羊竹啦... 那麼... 所以都是... 其中一個... 啊... 信號呢... 可以知道平台狼完了的... 那麼... 那麼... 所以現在的看法都是先穿這個頂... 那麼... 而升穿這個頂呢... 可以是... 在走三浪呢... 亦都可以是個C浪的... 那麼... 這個要再看看... 究竟是最後去到一些阻力位置... 你忘記找一下... 譬如這裡的... 啊... A,B,C... 那麼... 因為C是五個浪結構的... 它這裡走完五個浪結構... 就要開始留意... 它究竟是... 啊... 走完五個浪之後呢... 它是... 轉向是轉成怎樣呢... 還有... 它最終是... 上面這個位置呢... 是在哪... 哪些位置轉向呢... 還有... 是站不站得穩一點的比例... 那麼... 那... 看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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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daj então Italian看來看看... 這位頻道 прис到下午... 應該就 움직這個... 這個... ци назв到的阿... 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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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 阿... 現在看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就比較利好的 看見就是 開始有點像三郎 羊、陰、羊 如果是羊竹就是三郎 究竟是A、B、C還是1、2、3 如果根據月線圖 它就比較像是 進入了C 如果它跟前面這些低位重疊 也是比較利好的 如果它升穿到這個低位 這個是8月25日的低位 就會比較利好的 看它最終能不能升穿 看一看導致 看一看日線圖 日線圖之前就 數到一個位置 就是由這個位置開始 下跌5浪結構 看到1 2 3 裏面的1 2 3 4 5 要留意就是 3浪的位置 究竟這個3浪 到底是跌到什麼位置 有1浪 有1浪2浪 就應該可以大概知道 3浪有機會跌到什麼位置 看到 把3浪和1浪 比較 看到3浪就去到1浪的1.6100倍 所以這裡隨時就有機會完結 這個3浪 即是說 現在的看法就是 1 2 3 3 也到了1.6100 這個比例 所以 也大機會完結 進入4的反彈 再進入4 再進5 那進5就完結 然後再上去 上去 那麼 看到 現在 找到4浪 即是說 4浪這樣反彈到哪些位置 那麼 找到3浪的0.382 那就是33384 看到這些位置 他有機會跌到這些位置 4浪,33384,另外也可以透過2浪找回4浪,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有機會是1比1比例,33397,有機會彈到這些位置 4浪就不應該跟前面的1浪重疊,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的導子也會看出反彈4浪,看看立子日線圖 之前就去到那條2,33337就有支持,收陽足 現在都是看它會有反彈 應該是可以最少做回這個... 這個掉了5個浪,應該做回相應的反彈 那這裏是... 那因為那個導子有機會再走到4,4,5浪 所以如果跟...如果那個立子跟它的節奏一樣的話 應該都是還有一個反彈和一個下破 那這裏是有機會是... W,S,Y,S,S 那因為Z是分成A,B,C 那A是5浪結構 1,2,3,4,5 構成了Z浪的A 那現在進入Z浪的B 那Z浪的B就是導子的4浪反彈 然後Z浪的C也是5浪結構的 那就是導子的下跌5浪 應該就可以這樣配合到 到時候導子又完成調整 然後這個立子又完成Z浪調整 那一起向上走 先翻穿這個頂 那暫時看法是這樣 那現在就是... 應該就在做... 這裏這一組跌浪的反彈了 那這個立子反彈到什麼位呢? 它就好看那個導子... 那個4浪反彈到什麼位 那暫時看到... 它是彈了20%的 就是這些是必須的 因為反彈浪必須有20% 是最少的 但是未完的應該是這個反彈浪 那它最終可以去賣0.236 甚至乎去賣0.320 甚至乎去賣0.320 甚至乎50% 正常有50% 應該說普遍有50% 那如果根據導子現在的走勢 都未明顯出過4浪 所以應該就最少的立子 最少都0.320 這些位置 這個應該是保守的一個位置 那... 上到來再落多一下 才再上 或者是上到50% 下去才再上 那立子就這樣看法 看看黃金的走勢 那... 那... 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那... 之前就找到一個... 透過MACD浪 透過日線和MACD浪的比較 就找到一個應該是... 這裡這個1浪是比較極限的一個位置 那...就是... 透過量度 這個... 這個... 這個星幅 這個日線MACD浪 對應回那個星幅 就會是找到這個4.236的這個比例 就是$2008 這些位置 就應該比較極限 就是有機會是... 限制了這個浪的 應該就會是... 差不多應該是轉向的 就是... 4.236的轉向機會都大 所以現在的黃金... 黃金... 黃金呢... 這裡這個浪呢... 有機會完了 那... 之前在裡面數也是... 數到是... 啊... 數到是... 1... 2... 3... 4... 5的... 5的... 這個5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完了 所以現在有機會進入... A... B... C... 這樣才再上 那... 這個就不是唯一的數法 因為還有一個的數法 就比較... 是... bullish一些的 這個是... 1... 2... 3... 4... 5... 那... 那... 這個位置... 因為... 2浪呢... 可以是... 最少... 20%也都可以 所以這裡是... 1... 2... 跟著這裡是... 3... 4... 5... 這樣... 那... 那... 因為它3浪最短... 應該3浪比1浪... 所以5浪就不可以... 不可以長過3浪... 那... 所以就比較一下... 那...這個只有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不是一定這樣數的... 就是不一定這樣數... 可能是剛剛這樣數... 才是對的... 也都可以... 有機會的... 就是這樣... 1... 2... 3... 4... 5... 但是... 歷史的位置最終都會升穿的... 歷史的位置最終都會升穿的... 現在它是正在走一個... 很大規模的一個升浪... 那就有機會這裡... 其實可能是那1浪來的... 因為還有另一個數法... 1...2...3... 4... 5... 6... 6... inho... 5... 7... 6... 8... 8... 8... 9... 9... 4... 9... 9... 它可能短期内去到21806, 这个数法也有可能 现在去到3浪3, 看到这个位置的12浪 然后这里也是12, 三浪里面的12 现在进入了3浪3 3浪3, 3浪4, 3浪5就完成了3浪, 就是2107 首先要升穿3浪和5浪1比1的位置 就是2043这个位置 因为它如果没有升穿2043, 它就去不到2107的位置 因为它没有升穿这里, 它这个可能是小5浪 没有升穿这个位置 也可以是123 4 5 那是要做回调才上 所以就 假如升穿2043 就会是刚刚那个 最boolish的数法 否则的话, 它也是需要做这个2浪回调 这个大的2浪回调 所以现在有机会就是 啊 就现在有可能就是 已经开始进入回调了 因为刚刚说到2008这些位置的限位 那么有机会这里12345做完 那就会调整 再上 也都有可能去到高一点 但是又没有升穿2043 完成了小5浪 回员 再上 这样 那么假如突然间 即是冲楼急 一下子升穿2043 啊2043这个位置 那应该那个 浪就会是 123 这样数了 就会去到2107的位置 都有 几个可能性 那实际上它会怎么走出来呢 就其实 如果是 正常一点都应该是 需要做回调的 这里 因为看回指标就应该是 看回指标应该 需要进入调整的机会都大 但是这个就真的 比较难说的 因为那个 美元指数呢 都可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 随时会 掉头向下的 而且它的下跌空间是多 那么美元指数下跌空间多 即是黄金的上升空间多 那么如果黄金上升空间多呢 它会不会这里一个大的一浪 可能是去到 这些位置才完成了 大一浪 然后大的二浪 再大的三四五 那就 都可以的 到时月线图STC 可能就还有一段 很大的空间上 然后那个 MACD 英华STC 月线的STC 还有一段很大的空间上 然后那个 MACD 如果去回之前这些高位 其实对应回来 都可以去得很高的 可能 2300 这些位置都有可能去到 都可以量一下 看看它 大概那些阻力位在哪里 大概 就 看到月线那些大阳烛 有机会站稳2008这个位 如果是 就会是下个位 2130 还有 2251 这些位 这些位置 如果继续看照 就要没有 没有一个 这里的下跌的 这个 空间 比较多 就是可以比较多 如果真的这样数 12345 要捱过这一段 才可以是捉到这一段 如果是 现在都坚持 还是在看照 但如果现在看下跌的话 刚刚有 三个可能性 如果走了其中的两个可能性 就是一个再高一点才下跌 一个 然后呢 就 去到 207 那些位置 到时都未必会再下跌 如果是去到那些位置 到时的二浪会 调遥一小 那就继续上 所以 风险方面 其实就 只能够说 只能够说 这个位置最终都会跌穿 所以现在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 就看看 那个 风险承受 能力 因为它现在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会一半 要捱过这一半才行 它最终都会跌穿 顶 你试顶 但是如果 这一段能够捱到 就可以捉到 后面这一段 整段 但是这一段 又未必有的 这个就是那个 矛盾的位置 只能够知道 最终这个位置都会跌穿 那就看看 看看原油的日线图 看到它暂时 都未有太大方向 之前是有权 有权是一个 这叮打近楼 如果这叮打近楼 它最少是个A 最少是个A 跟着B 会有个C 起码 去到这些位置 它就 因为这叮打近楼 所以它又 不可以跌穿这个位置 如果这里真的 这叮打近楼 它不会跌穿这个位置 会上去 但是如果这里数错 它不是这叮打近楼 纯粹一个反弹 那它就 反过来又必须要跌到这个 这里走一个色彩 就是一个A B C的色彩 它就有些位必须 必须去到的 如果是行色彩 它就会去到 8164这个位 最少 最少要去到这个位 所以我关键就是 这里是不是真的 这叮打近楼 但是这个就 比较难 就是说 它现在 如果这叮打近楼 它就会向上 否则的话 它就必须要跌到这个位 所以是两个完全是两个的 很不同的方向 可以 而如果相信这个是 如果相信这个都是个色彩 就是这个是 如果相信这个是ABC ABC的话 它就 这个最少 回吐它90% 只不过是最低要求 它可以再下低一点 就是去到79 那些位都可以 那个是1比1的位 那个是50%的位 是这个浪的50%的位 那就是说 假如 假如这个 不是 这叮打近楼 假如它不是这叮打近楼 那就会最少去到 这叮打近楼 它最少要去到 8164 这些位 81.64 这些位 这个只不过是最少的 最少就是有权 可能是这些位 转向 当然如果它真的认识 那它也可以在这些位 转向 也可以再下深一点 去到79 那些位才转向 这样的 看一看美元指数 看一看美元指数周线图 那它就上个星期收羊竹 那跟着 那一批线图的浪有机会是 123 4 5浪 1 2 5浪 1,2 然后它好像收羊竹 那就是有机会随时5浪3 5浪4 5浪 去做完这个5浪先 那看一下它 看到它收羊竹 那收羊竹有 也有两个可能性的 这个可能是 小二浪的b 就是在这里 阴阳阴 那才是上的 另一个可能就是 我简单地完成了这个小二浪 也都可以 所以这些位 其实就要迫这个位置 是已经调整完了 那就5浪1 5浪2 就开始5浪3 5浪4 5浪5 如果它再破这个底 那应该是5浪2 是分了做阴阳阴 那再收羊 那才是开始5浪3 那那个 美元指数呢 就是这样的看法 那这些位置都比较难说 看到它没落 是说太低的 如果它低到可以 这个条线呢 是可以低到去 MACD线以下 这样转向的机会才大 就是它现在其实都 可能呢 还要落多下 可能还要落多下 只不过是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 阴阳阴阴 那才再上去 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4小时那个 MACD不是说太低了 还是在牛区 看看 比特币 看看比特币的月线图 因为之前月线图就 它就站稳过0.236这个比例 就是这个 Retracement 的0.236 它站稳到 所以它最终应该有机会去买0.302 就是35914那些位 看到都差不多 那么 上个星期 拉了一支比较大的阳烛 但是就去到 那条144 那些位 就以上 有些固滑 那个固滑可能是短暂的 就是暂时的 那就是做完这个调整 应该又会 升得到 最终可以碰到 最终可以升穿 这些位置 就是35914 这些位 那就是那个周线的 144ma 就 只是做了一个短暂的一个 调整浪 就是造成了一个 调整的 那调整完呢 最终都应该要升穿这些位 这些位置 那就是说 还有空间上的 比特币 还有空间上的 因为它未到的 这些位置 未到 但是到了之后 就开始难讲了 就是到了之后 最 最有信心的位置 都到了的话 接着就开始是 比较多的未知数 就是这个位置会到的 只要是现在这样上的 还是再下多下 才再上的 那都 略略讲一讲 标普500指数 那我看到 它是线图 那看到它就 因为之前都 没说太跟得 跟进得多 那就是通常是 跟回 跟进那个 纳指 和 道指的走势 那所以这里的 其实就没有什么 点数过 但是就 简单的看回 比例 拿回月线图 那它现在在下 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调整 有机会最终 就会是 support by 这些 extension的比例 去到转向 那它现在到了一个位 到了一个 1比0.382 这个位 就是看到是41 这些位 它是跌穿过的 这样 看下线最低是4103 那就看到 没有 真的差一点 看到 是 看到差一点 这些 那就是说 这些 可能需要 是 再 破多一下 这 看到这条 去线 未到 但究竟它是 好像 道指的浪 那样 做了一个反弹 再破多一下 碰这个 比例 还是 再下去一下 就 就有支持 这个都比较难 只能够说 就是 4100 以下 这些位 4100以下 就应该是 支持 有支持 在这里 因为它又去到 那个 这个 extension 这个比例 那如果用 retracement 去看 如果用 retracement 去看 就 订阅 订阅 那因为它这个月 都未收 在0.320以下 所以就 不是 就是 未能够说 一定是 看 0.5 先 因为如果看 要看 这个月的 收市 如果他真的收 0.320以下 可能就 但完之后 下个月 就有机会 去0.5 那才真正 在这些位置 转向 就是要再过多两天 看看他究竟 收不收到 在0.320上 因为都还有两天的时间 他可能会 收回 在0.320上 那可能直接 又上去 那这个要是 过多两天才知道 也都 当然也都是 未必是跟 这个retracement 可能跟 刚刚那个 extension 的一些比例位 所以只为参考 只不过是参考 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 他就 跌下来的 浪 看到他这里 是重叠了 所以就 不会是 12345 看到他 又 排除不了 看到他 排除不了 看到头那段跌下来 他也是 不像有个 五浪结构 就是头那段跌下来 就不是太像一个 五浪结构 无论他怎么跌 不像是一条 调整浪 所以呢 就看他调整多久 应该最终都可以 闪穿这个顶 因为如果这里是五浪结构 那会比较危险 他可能是 12 12 3 4 3 4 5 但是 如果这样 看下去 目测就 不是太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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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浪 所以就 应该可以分成几层的 调整浪 而他的调整时间 用了80日 89的转节数 要留意89的转节数 看看会不会过多9日 会是 转向 可能 低位 9日之后 89转节 转上去 也有这样的可能 至于他的周线 是13转节 看到 周线 由这个位置 跌下去 到今个星期 是13转节 也有 转向的可能性 增加了 转向的可能性 这个是 看到呢 是13 原来就已经是上个星期 的了 即是今个星期 又吹向收阳烛 这个星期 可不可以破 上个星期的底 亦都是 可以 亦都可以 即是 破不破都可以 破不破都会 是趋向收阳烛 如果根据 时间周期 如果生效的话 第14 之8 应该是 会是 收阳烛 那么 今天的影片 一拍到这里 喜欢可以 点赞 订阅 youtube 欢迎分享给朋友 也可以考虑 youtube会员 或者patreon会员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